不過我國的熊三飛彈一直以來都有航艦殺手的稱號 更是我軍在威嚇中共解放軍的一大利器 不過現在卻被週刊爆料 熊三飛彈裡面的零件 也就是電子晶尾儀 因為零件送托 送回到瑞士原廠去維修 沒想到送回來台灣的時候 卻被發現這個零件又被瑞士 送到中國山東青島的廠區去維修 那麼也引發外界質疑 說我軍的飛彈參數 可能會被中國看光光 那麼今天早上行政院長蘇貞昌 也對此有所回應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好 那麼蘇貞昌表示呢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是一定要徹查的 不過稍早中科院 也發出新聞稿來澄清說當初代理商 在將這個電子晶尾儀送回原廠 去維修的時候 有拆除儀器裡面的相關儲存記憶卡 所以並沒有資安外洩的疑慮 中科院也說這件事情主要也是 他們自己主動發現進口的報單上面 寫的是山東青島的機場 所以中科院的安全跟資安部門 也緊急將這個送回來的儀器 去進行資安的檢測 也確認中國是沒有針對這兩個儀器 植入惡意城市 那麼以上是最新消息 主播 主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